大家好,我是带野猪 每天会为您带来各种资讯和福利 需要的朋友点个关注吧 祝所有点赞三连关注的朋友 都能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和武器 谢谢大佬们的支持 在之前的视频也足向大家介绍了 从10月5号开始 日本玩家通过苹果端充值 要上调30%的金额 然后评论区有一些在国外的玩家表示 欧福一单700左右还好 抱歉,其实涨价的不光是日本 还有治理埃及马来西亚 巴基斯坦波兰、韩国、瑞典 越南和所有使用欧元的地区 当然有些朋友会说欧美收入很高 哪怕涨价了对他们也没什么影响 好,那也祝我就详细的为大家来算一下 现在欧元充一单68是99.99 而此次对欧元的涨价幅度 大概是20%左右 那么从10月5号起 欧洲玩家充一笔很可能就需要120欧元了 差不多是835人民币 比日本玩家还要贵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120欧元对于欧洲国家来说 是什么样的概念 先来看传言中欧洲最有钱的北欧 这里要说明一下 很多人是达不到这个平均工资的 因为有钱人太有钱了 把这个平均工资拉高了 然后是西欧平均工资也是挺高的 接着是中欧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下子差距就出来了 南欧普遍就是一开头了 甚至还有三四百的 接着是东欧 相信大家看完这个数据 应该发现了 130欧元在欧洲对于有些国家来说不算少了 接着来说日本作为发达国家 它的收入确实高 但是对比我们的物价高了四到七倍 这位朋友说甚至十到九倍 根据日本劳动省的调查 2021年日本新员工平均工资为20万日元 从10月5号开始 日本玩家可以单648 要15800日元 则算790人民币 而且大家可以在B站搜索一下 欧洲日本的物价 这个收入加上他们的物价 我感觉15800也不算低了吧 而日本玩家对于此次涨价也是破防了 有双倍的话赶紧磕吧 在涨价前把一辈子要磕的原石都磕了 不就好了吗 这位朋友真是个机灵鬼 可以说是非常的愤怒 不过谁让你们日元贬值那么厉害呢 15000多日元 对于很多人来说不算小数目了 加原石做梦呢 这是什么言论啊 这是什么言论 是谁的错啊 相信有些朋友要说了 那你为什么不说美国呢 对对对对对 自由美丽天 枪击美一天 再说了我们是发展中国家 他们是发达国家 他们很多的财富积累 是监测到你的石油了 看在野猪我找了这么多数据的份上 还请大家点赞投币三连支持一下 检测到你的三连了 所以不要老是觉得国外的月亮比我们的圆 野猪我已经37岁了 可以说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后半段 国家的繁荣富强 我是一步一步看过来的 像我小的时候 哪有什么好吃的好穿的 白糖开水拌饭 酱油拌饭 连猪油都没有 穿的衣服都是我爸妈的旧衣服 然后改一下或者打几个补丁 现在国家越来越繁荣富强了 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了 再有钱的国家 你的一切还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得到的 好好学习 好好工作 抓住每一个机会 这里祝所有朋友 前程刺警 未来都能走上人生巅峰 想克几个六十八 就克几个六十八 让我们一起努力 最后再次祝愿 所有点赞三连关注的朋友 都能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和武器 关注野猪 让您不错过任何一颗原石福利 还有各种资讯